Agility Robotics是一家人形机器人制造工厂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 占地6500平方米 预计在今年典底运营 画面中出现的机器人名叫Digi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达米恩·谢尔顿表示 我们工厂的开业标志着机器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商业人形机器人开始大规模生产 我们创建Digit是为了解决当今劳动力中的难题 如受伤、倦怠、高流动率和无法填补的劳动力缺口 Agility预计第一年的生产力为数百台Digit 随后逐步扩大至每年1万多台机器人 在塞勒姆计划雇佣500多名员工 在未来会出现人类和机器人共同制造机器人的景象 甚至有一天机器人独立就可以完成制造机器人的工作 听起来很科幻 预计将于2024年交付DEP Digit 并于2025年全面上市 应用场景例如仓库和配送中心的散货搬运 搬运行李箱和包裹 挨家挨户的送货等等 最近在美国阿拉斯加塞米迪群岛附近拍摄到了玻璃乌贼 也被称作凤头鹦鹉乌贼 可以看到它的外观确实像一只鹦鹉 这段视频是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拍摄 这种生物生活在海洋的中层带 也就是200至1000米深的海洋中 由于只有1%的入射光打打该区域 因此大部分区域都是黑暗的 视频中这只乌贼中心的红色器官是它的消化线 两侧的白色月牙型器官是它的塞 而且在它们眼睛的下方可见发光器官 科学家表示 虽然玻璃乌贼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生物 但由于其栖息地的性质很难观察到它们 这次拍摄到如此多的细节还是比较罕见的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一位日本男子在网络上走红 1984年出生的Jacky现年39岁 但他却对外声称自己28岁 之所以夸年龄 是因为Jacky曾在工作中被老板问道 你这个年龄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做呢 这让他感到很沮丧 所以他决定采用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年龄生活 他认为自己的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更年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新鲜君可以说自己是18岁 毕竟我的声音和颜值摆在这里 这位老兄怎么看也不像28岁 就算说出去恐怕也少有人信吧 Jacky认为日本社会重视积累经验 他认为实际年龄 仅仅是自出生以来经过的岁月的记录 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能力或成就 评论区被点赞最多的留言是这样说的 Jacky之所以自称28岁 无非是为了逃避现实 观众老爷们怎么看呢 世界上最古老还在使用的大门历史有多久呢 答案是2000年左右 这就是罗马万神殿的内殿大门 宽4.45米高7.53米 是罗马最古老的青铜门 由石心青铜制成 每扇门的重量达8.5吨 于公元118年至128年渐渐造 虽然门很大很重 但却可以由一个成年人推开 这是因为在地板和煤梁上固定的肖钉旋转 在1757年由于肖钉的磨损 大门无法正常使用 所以进行肖钉更换 不幸的是整个门倒塌了 负责施工的工头当场被砸死 自此之后右门完全无法使用 只有左门的部分打开 又过了两个多世纪 终于成功更换了肖钉 两扇门可以正常打开和关闭 据上次施工已经过去了241年 下边这件文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乌拉乌斯是女神瓦吉特的象征 它是最早的埃及神灵之一 经常被描绘成眼睛蛇 在古埃及是主权 皇室 神灵和神圣权威的象征 这件乌拉乌斯制造于公元前745年 至公元前712年 据说最初镶嵌了红宝石 绿宝石和是绿色宝石 但是被盗墓贼盗取之后 为了卖掉黄金 所以砸掉了镶嵌的宝石 这还不够 还把眼睛蛇压成了一块 方便携带以后出售 所以现在眼睛蛇就成了这个样子 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 新仙君很好奇这件文物最初的样子 所以就找到了这件1920年出土的 皇家乌拉乌斯 虽然是不同时期的文物 但两者之间还是能看到很多共同点 事情发生在9月28日 位于英格兰哈德良长城旁的 地标古树被砍 这是一棵拥有300年历史的梧桐树 被一名16岁男孩故意砍罚 他会面临刑事毁坏罪的指控 目前还不清楚男孩的动机是什么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棵树应该是被电剧拒倒的 树木被砍罚 引起了当地人的巨大震惊和愤怒 这棵树最初在1991年的电影 《侠盗王子罗宾汉》中出现 随后被称为罗宾汉树 成名之后 还能在音乐、电视剧、纪录片中 看到他的身影 同时也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 并在2016年被评为英格兰的年度数目 起初这里不只有一棵梧桐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树被不明原因移走 最后只剩下这一棵罗宾汉树 说到哈德良长城 你可能会和中国的长城做对比 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占领 不列颠倒石修建的 它一直是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界 修建于公元二世纪 使用石灰石混合草根粘土建造 长117公里 2.5至3米宽 高约5米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座长城也只剩下残骸了 J.W. Anderson是一家英国时尚品牌 来自北二兰马拉菲尔特 创立于2008年 最近J.W. Anderson在英国伦敦举办了时装秀 亮点在于这些服装全部使用橡皮泥制作 橡皮泥是由英国的一位艺术老师 威廉·哈普特于1897年发明 该品牌的创始人乔纳森·安德森 发现橡皮泥仍在他的出生地北爱尔兰生产 所以他决定以橡皮泥为灵感创作这个系列 这些略显僵硬的服装和传统的柔软贴身松散的面料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件事发生在2021年 当时大麦的一家名为奥尔堡现代艺术博物馆 借给大麦艺术家詹斯哈宁 大约53万的丹麦克朗 委托他重现2007和2011年的两部作品 当时哈宁分别把丹麦克朗和欧元嵌入到画框中 以代表丹麦和奥地利两国的平均收入 艺术馆则支付4万丹麦克朗给哈宁作为报酬 相当于4万1千人民币 双方写定展览结束后 这53万丹麦克朗需要归还给艺术馆 然而哈宁却提交了两幅空白画作 并称这就是我的作品 名字叫拿钱跑路 哈宁表示新的作品旨在强调人们的工资偏低 鼓励收入过低的员工秉持同样的精神 直接从收款机里拿钱跑路 博物馆当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 且哈宁拒不退款 所以博物馆起诉了哈宁 直到最近哥本哈根法院判决了这起纠纷 要求詹斯哈宁向奥尔堡现代艺术博物馆支付50万丹麦克朗 以及78500丹麦克朗的诉讼费 哈宁表示无力支付这笔款项 目前人和律师在商量是否会上诉 关注新鲜社 收看更多有趣事物